香港的電力供應非常穩定和安全 這是值得表揚 只不過在現在的情況下 如何繼續為市民提供可負擔的電力呢? 看完世界今時今日哪裏有生意可以全無風險 保證8%的利潤 未來的10年還是這樣呢? 所以市民希望看到兩電都與市民共渡時間 希望你們認真考慮 局長,今天我們很多議員非常關心電力價格飆升的問題 影響到基層市民的生活 其實不只是基層,中產也很慘 因為電費很貴 而且最擔心的是影響我們的營商環境 因為如果電力價格升的話 其實很多中小企或零售飲食都叫救命 所以怎樣可以穩定電價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我們也有議員提出 你現在與電力公司的合約到2033年 你也要保證他們8%的利潤 你覺得政府在極端的情形下也不會補貼 因為覺得電力公司仍然有利潤 他們也應該有責任分擔一下風險 但另一方面你又說 因為合約精神到了2033年 只可以跟他們商討 電力公司為何要願意明明可以賺到8% 他們又願意跟你商討去減 除非他們現在很肯定告訴你 他們願意去減低他們的利潤 不得盡到達8% 否則你只有一個傾子 傾完你可能回來也會告訴我 很無奈地他們不願意減 由現在到2033年 如果電力的價格繼續升 世界的能源供應也不穩定 甚至我們可能繼續面對不同的國際情況 有甚麼可以做呢 其實今天我們問了一個多小時 局長你還未能給我們答案 有甚麼政府會做 是可以讓這10年之內 如果我們再面對極端的情況 我們的市民都是有可靠 而有可負擔的電力 我覺得局長真的要給我們一個答案 另一方面 也很高興聽到局長說 跟國家能源局在談 亦在談及如何進一步引入內地的電力 利用我們背靠祖國的優勢 但我聽到你說 你主要是跟他們談 如何可以撮合電力公司和電力公司之間的合作 即是說你心目中的方案 都是如果我們去談核電 可能都是由兩間電力公司去投資 是否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他去投資 又會有新的成本 電力價格可能又會有上升 那數目如何計算呢 做了出來 是否真的會令市民有更加穩定 和便宜的電力 可以用得到呢 可否解釋一下給我們聽你的想法 我從第二個問題那裡先回答 剛才我剛才說的就是 我們與內地方面做出一些商討 包括兩間電力公司 可能與內地一些企業合作 或者在內地的企業 如何向香港供電 不是說只是我們談談 就是我們談談 就是電力公司和內地企業 不是只是這方面 但是我們不會排除 所有可能的方案或者方式 只要哪種方式 能夠對香港的市民更有利的話 我們都會支持那種方案的方式 你剛才也問到 就是那個電力的價格 對市民的影響 政府其實長遠 我們有什麼想法 2033年這麼長 有什麼計劃 怎麼做 剛才其實我又說的 就是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在三方面來帶來努力 第一方面就是固然 我不等2033年 我中期檢討的時候 我來和電力公司來商討 可不可以 如果再重現這些情況下 他們可以和市民 承擔一些社會責任 在燃料價格的上升 和市民做一些分擔 這方面我們會提出來和他們討論 當然我要說的是 這方面需要兩點對公司同意才能更改 我也承認那方面 都要努力和他們討論才行 第二點就是 我們也會爭取 在整個區域那裡 有一些真的可以是加價 相對上是穩定 供應又穩定 以及清潔的能源 做到這樣的話 我相信可以比較快 就是把我們的價格穩定下來 尤其是如果我們可以在短期內 我們可以取代一些 現在來說相對上是貴的煤發電的話 那個效果我們覺得可以比較快 剛才我們說了 我們也有一個時間表 也有一些工作 我們有一方面在做 這方面我不再重複了 第三方面就是 我相信市民也好 我們工商業也好 他們也可以在節能方面做多些功夫 因為我們在節能方面 現在無論我們的科技 或者我們的習慣 大家都知道 他們將能源消耗 即是減低百分之二十三十分之一半 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這方面對於價格上升 對於他們操作的影響 或者對於生活的影響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這方面我們也作出一些宣傳的教育 在這方面鼓勵市民截電 變得我想在這三方面 我們一起努力 希望處理這個問題 局長你將這個波 拋給兩間電力公司 趁兩間電力公司的人在 我真的很想快快去問你們 直接簡單回答 港燈和中電 你們會否考慮局長的建議 接下來在中期檢討 將你們的資訊許回報利潤 減低又或者分擔燃油 或者天然氣的風險 港燈 多謝主席 局長剛才說幾個 對我來說一個頗重要的問題 我們要討論的 就是中途檢討 區域性 潔能等等 我們很樂意去參與 這個改善工作的需要 至於說將來那個 有沒有其他的 我們的投資 我們的回報等等 我相信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 是要幾方面都長期討論 我們相信 樂意去和局方討論這件事 希望能夠既對香港的用戶有幫助 對整個電力系統也有幫助 我們就很樂意去討論 和政府和其他人士去討論這個問題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根據現行的管制計劃 議題下 我們每五年有一個中期檢討 其實這個機制 我覺得是行之有效的 我們都很樂意去和政府去討論 有什麼地方需要修改 但我想大家的目標都是一致的 就是要達到可以平衡到客戶 市民、政府和電力公司的需要 我想這是大家的共同目標 多謝主席 看完全世界 今時今日哪裏有生意 可以全無風險 保證8%的利潤 未來的10年還是這樣 所以市民希望看到 兩電都和市民共渡時間 希望你們認真考慮 多謝兩間電力公司的代表 今天出席 繼續為香港提供便宜的電 就是市民的願望 剛才很多議員也有說 香港的電力供應非常穩定 以及安全 這是值得表揚 只不過在現在的情況下 如何繼續為市民提供可負擔的電力 是市民最關注的 希望局長也繼續努力